昨天我們邀請了一個嘉賓是聲學的顧問 今天大家都猜到了 起碼是陳大文猜到了 移民大師 就是Eric Lam 就是Light House移民公司的負責人 也在我們 這個studio做節目給了很多資訊給大家 今天找到Eric上來 當然有最新的移民資訊 以及 稍後我們也會有一個講座 好像是星期六 星期六在朗豪方 當然是1481079 其實現在你們可以WhatsApp去報名 報名只是說我 叫什麼名字 當然我們有你的電話 我們WhatsApp過來 有幾個 我們當日應該是兩點半 在朗豪方 稍後我們再講一下 移民大會做節目 我總是覺得 你只要是有心 無論你上去英國 去哪裡都好 加拿大什麼都好 不妨去聽一下 因為他們也是專業的移民公司 已經做了那麼多年了 那就可以 其實 又是那件事 我一聽到那些人說 我沒有本事走 我就有些 我做不到你的工作 我就很生氣了 你起碼聽過 問過 因為我自己身邊有很多條件 很不對勁的朋友 他都會走到的 你說你不想走就像我 劉廣健說的一件事 千萬不要說 我想走 不過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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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Eric就撤了那些案子 剛剛發生的案子 跟大家說一下 你要記住 即使你覺得那些案子 說不是啊 別人也是這樣 你 你再 差得好 正如我之前說過 我的網友 我有空拿WhatsApp給你們 打計時 當然他就去英國 他有案底 破過產 銀行只有九皮 他都給了一個BNO visa 那裡有照入境 九皮 破過產 有案底 這個人什麼都齊了 沒有東西的 找到東西做 現在 找到東西做 幫那些速遞公司 不過他不是開車 還沒有車牌 派貨 我想可能類似Fedex 他不是Fedex 他跟我說 他一間不知道什麼公司 都是那些 做的速遞員 OK Eric 有什麼資訊跟我們分享 今天